謝謝你們的關心 謝謝 賴姓高中生的媽媽 在律師陪同下 深深一鞠躬 感謝外界關心 一定要幸運 這個公道 幸運 這個親悲 謝謝 謝謝你 重生想替兒子 喜悅的決心 法醫所也以罪速劍 將賴姓高中生的解剖報告 送到台中地檢署 根據高中生的送醫畫面 他的手上並沒有掉點滴 醫師高大臣 在二度驗屍後 再度提出四大疑點 就是說他可能 直接給他吹 一個在那裡一百分 然後睡去 之後就把它煮起來 首先是高中生的右手臂 有四個不明針孔 左手臂有拉扯傷 脖子還有勒痕 嘴唇內側也有傷口 加上推測他的身前體溫 高達38度 懷疑可能被迷昏 不排除夕死者 送醫時救治 施打藥劑 套用護警所致 死者家屬不認為針孔是救護造成 律師還在聲明中痛批 鐵證斑斑 整容中簡 指手折天 法規裡面是不能隨意給壓 包含生命之間誰都不能給 除非他有線上一直知道 究竟高中生死因違和 驗世結果是否如外界 猜測還是有大反轉 只能等待檢調 進一步說明 甲程黃山警察在三軍小組台中 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